在不断苦练以及维持专注冷静稳定的精神和心绪下 明德国中空气手枪和空气步枪的选手们 在今年全中运射击比赛中 由徐义斌拿下10公尺个人空气步枪银牌 以及由徐乙伦、陈宇辰和李亮珍三个人 一起夺下10公尺女子团体空气手枪银牌的好成绩 杰出校友也是身兼体育会空气枪委员会主委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到学校制证红包 鼓励这群得奖的选手和两位教练林国豪以及高丽彤 空气枪委员会张耿辉、张丽远、张主委 他来慰绕这些我们的基隆市的全国中美学校议动会的 空气枪的团体银牌跟个人银牌 非常谢谢他出钱出力 而且民主国中的空气枪在我们基隆市所其一致 而且在我们全国运动会得名也是来自这些 希望在我们张耿辉、张主委接任以后 能再把高中再衔接起来 让我们基隆市市集最好在全国顶挂挂 谢谢 在钱中英表现非常优异的选手 来给他们帮花奖金 齐美他们也在接在立 尤其在接在立的为市争光 为国争光 尤其甚至以后能够打进奥运 来为我们国家来争光 然后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政理市长 尤其长期来真的在体育的贡献 大家就耳目共睹 然后更要感谢我们两位 我们优秀的教练 陪育着我们基隆市很多的优秀的涉及选手 然后现在设计的话我们母校 也是我的母校基隆三公 他们也承接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他们 让有机会为市争光 为国争光 校方也非常感谢张耿辉和郑锦州的勉力和支持 感谢体育会的大力协助 教育处的不断的经费的益助 那这次成绩稍微 虽然没有金牌 但是我们会持续努力 为基隆争取更好的荣耀 谢谢 张耿辉和郑锦州也建议 明德国中可以争取 把学校操场改建为 具有停车场 以及新式空气枪练习靶场 等多功能体育馆 解决停车问题 也能培育更多优秀选手 为基隆和国家争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